大家好,我們今天就聯絡到英國的陳子煥導演,是憂鬱之道的導演 在過去一兩年,我們都問過不少和香港19年抗爭運動有關的電影導演、製片人或幕後等等 這齣戲我現在未有機會看,希望盡快有,但不少朋友看了就覺得很沉重,一如這一類電影都一定很沉重 對未看的朋友來說,可不可以請導演介紹一下和其他抗爭的電影或紀錄片,你覺得最大的不同在哪裏呢? 這一套就不是一個傳統的紀錄片來的,因為可能我們想起19年有關的紀錄片會想起一些街頭抗爭,士大革命,李大維成等等 你會記錄到可能前線手足的一些情緒,或者當時的情況,或者士大革命是比較一個時間線,你會看到發生什麼事會清晰的 那我這套片就不是很傳統的紀錄片,它少用訪問,但它用了很多重演 重演就是說其實都有創作的東西,有演員的一些部分 反而是那個焦點集中在一些過去的香港歷史怎樣一路走來 所以這個是有趣的,因為我開始這個紀錄片的時候,也都不是真的19年開始,而是17年開始 當時在雨傘之後,和反送中的抗爭之前,在一個低潮時期 那我就思考究竟我應該怎樣去交代,或者拍攝當時的香港 那我就決定從一些歷史的著手,希望在一些香港的近代史裏面 包括現在是有六七暴動,有七三年的物甲同港,還有八九年天安門 那這幾段歷史裏面,我們透過一些曾經經歷的這幾段歷史的人 看看從他們的身上會不會找到一些對於我們經歷過雨傘也好,經歷過19年的抗爭也好 這些人,我們會不會對我們這些年輕一代會有啟發 同一時間也是我的一個嘗試,究竟什麼是香港呢? 這個問題都會對,都是會問很多,無論現在留在香港,或者不留在香港的人都好 就是你看到面對著香港的劇變之下,究竟香港是什麼呢? 然後將一些剛才說的一大堆歷史拼湊在一起,然後你就會看到那個複雜性在那裡 這個影片不一定是答到一個問題,也不是真的可以說到一個訊息 但我希望透過這部電影可以給予更多人一些思考,或者對於香港未來的想像 雖然我還沒看出電影,但我身邊是播多朋友看完之後,就是有這一類的評論 即是會有一些反應,什麼叫做香港的性質,又或者覺得很宿命 有一種很...他們覺得在這裏有一種很低的感覺 其實因為覺得整個格調很沉昏 那我也想問你自己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即是香港的定義,你會怎樣用三言兩語去概括呢? 難,就是很難,就是我自己為什麼會上拍呢? 其實都跟我成長的環境有關,我八七年出生 那十歲的時候就主權移交,然後到現在就是本土意識的興起 其實自己的身份,對於香港人的身份的提法 其實都已經是不停地有一些調整,改變了 甚至我也不肯定五年之後,十年之後我會怎樣想 所以如果你回答這個問題,我是沒有辦法三言兩語可以回答 那就是我從17年開始拍這套電影,將一些不同的年代放進來的時候 其實都會看到那個不同年代的人對於解釋香港的不同的看法 但是同一時間他因為去嘗試解答這個問題 他又會付出一些代價,那些代價可能是要抗爭之後的消沉或者坐牢 那所以我自己不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不能夠好好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影片我想如果觀眾入場看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一些概括的 就是剛才你說過沉屈的感覺 因為當初我改這個名字,應該知道 其實來自17年後,所以我覺得余傘後 就是香港社會運動的低潮 就是當時面對余傘革命也好 或者民選的議員被DQ也好 其實你會覺得那個氣氛好,很沉鬱,很憂鬱 但是經歷我拍攝這五年之後 就是我追著這幾段歷史 無論是六七暴動也好 或者八九年,或者是文革濤港 或者是19年的任也好 然後都發現都一樣 好像有一些共通的東西 就是唯一一個很不同的 其實他們的政治意識或者政治取態,身份認同也很不同 但是唯一共通的地方就是 他們都好像無法決定到 去決定到香港這個城市的命運的走向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單止是一個運動後的 一個憂鬱或者沉默 而是好像縱觀香港的歷史都會有這種情況 但我又會覺得這個影片 雖然是有一個很大的說給觀眾聽 那種憂鬱 但是同一時間 我又不想觀眾離開戲院的時候 純粹是一個很失落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在絕望裡面 其實都會有一些希望的部分 希望觀眾可以看到一些這樣的希望的部分 我在幾年前跟一些參與六七暴動的當事人做過一些訪問 那時候他們也有一些這樣的看法 他們的生產的故事 跟新一代故事做一個拼湊對比 1919年的時候 我印象中也有這樣的對話出現 當然雙方是極度不同的立場 完全近乎南沿北撤 但是行動 或者他們希望所達到的一些事情 都是想帶來實質的改變 最後還是不成功 對話當中我記得非常有科技 那你怎麼看這兩批人 徹底的對立面近乎 但是他們放在一起 又是一個香港故事 其實你怎麼會將他們放在一起呢 其實我又不完全怎樣說呢 因為當我想討論香港的 identity 的時候 你選擇一些近代的歷史 你不可能撇開六七暴動 因為都有一個很強的意識在裡面 然後他又是一班人 對於香港 就是思考究竟香港是什麼 或者思考應該香港走向哪裡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有趣 特別是放進去 例如那些一些 即是在六七暴動這個部分 放在裡面 它有很大 和今天的一種違和感 也都很多人對這個部分 都有很大的問號在這裡 但是同一時間 因為放在這裡 其實那個紀錄片 那個觀點 就好像有點擴闊了 擴闊了去 關於我們的身份 就是和中國的關係 那種愛恨 也都包含了我們對於外國 那個建構中國人身份 那種過程是什麼 就是你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就會思考到 甚至會有一種很有趣的對比 就是外國這件事 在不同的年代是怎樣的 那之後 我就 也都有一個很不同的方法 就是很多的紀錄片 關於歷史是一個上級的方法 就是它會給了一個很大的圖片 然後再看裡面的一些東西 我這個就反而是跟一些人物 就是比較人的去走進去 那那個歷史甚至是會有一種 不是很清晰、模糊 就是個人的記憶裡面 然後在那個片裡面 其實都會有很多這些挑戰 就是究竟我們怎樣看他們過去 或者甚至是觀眾也好 就是觀眾去看這部片的時候 其實不是一個 反而是看一個我們 我們對於過去走來的那種 那種問號 他們會 普通人進戲院看電影 他們會有一種 不信心 可能會很傾向 很相信裡面發生的事情 但片裡面 不停地提醒你 就是那個歷史 那個記憶 那種模糊 那種對於 就是自己那個 那個論述 那種 怎樣嘗試去 嘗試去 告訴觀眾 但是我們不停地提醒觀眾 你要小心這一部分 懷疑多一點 其實是對於觀眾 有一個很大的信心 就是我也是很希望 觀眾 就算是不理解香港的觀眾 其實都可以會有這個 心態 就是不停地去懷疑裡面的一些歷史的論述 很 individual的一些歷史論述 而將它們放在一起的時候 之後也會有一些新的東西 發生出來 就是新的一些想法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很清晰地解釋 因為我是很希望觀眾進戲院看完 看完之後 其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無論是批評也好 或者覺得真的可以 很令到大家有更新的思考也好 我聽你說的時候 從我這個所謂的國際關係 就是離開香港之後 我是嘗試疏離一些這樣的故事 聽你說有一點點共性 就是有一批學說 就是很想把這個身份認同 塑造成一個他自己的真相 就是我不是你們家 我們就是我們 但是另外有一個學者叫Durr 他就很講 就是你無論是民族主義也好 你那些認識也好 其實都是非善性的 覆核的 還有有時候是互相矛盾的 認識那些人好事 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但是他們其實都是跟那個認同 我聽起來 其實你會希望大家 有不同的答案 對著不同的議題 但是到最後 這一堆答案 就不等於是互相衝突 可能他們在最後都是香港人 我覺得都會存在這個情況的 這個也是香港的複雜性在這裡 就是他們的身份認同那種不同 但是又好像有點類似 就是片裡面 將很多不同 我們可能比較深刻的東西 放在一起 就是比如我們剛才說到 六七暴動 那可能是其中一個 一個有關香港人的身份 會討論到的一個部分 你突然間一跳 可能就會跳到去 八九年 我們一些archive的片段 有一百萬人的遊行 然後他們那時候 就是追求民主自由 但是同一時間他們在唱中國的國歌 然後有一跳 可能就會去到四川 四川就是你看到一個 村鎮的一個圍子 那裡有一支國旗在這裡 然後你就會想起自己 08年的時候 在香港 然後當時也都在香港 中國身份認同最高峰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這樣的不同的跳躍 是會令到人覺得 哇,香港的身份是 你剛才說的一件事情 可能有一點點類似 就是說 那個不同時代的人 怎樣建構自己的身份 是 看法不同 還是那個身份的建構 都是一個類似的東西 就是會有一些這樣的 條約 然後從一些 拼湊在一起的過程之中 觀眾會得到一些東西 因為近年 都有一個文章是 所謂叫真香港人 當然一個人對所謂真 都有不同的定義 譬如根據剛才你的演繹 你會覺得 所謂的大中華家 或者是譬如藍絲 或者是什麼都好 不同的群組 其實是否大家在最後 都是在抱著同樣的 macro 的認識 只不過 那一刻的表達方式不同 那一刻相信的東西不同 但是是否大家都是香港人 就是你會怎樣看這個 定義呢 我其實這個 我其實在這個紀錄片裡 都有一個很有趣的療程 就是 聘用 聘用的時候 我就找了一些 經歷過19年抗爭的 一些年輕人 他們去演出一些 過去的經歷 就是剛才講過幾段歷史的一些記憶 這樣 然後你就會覺得 有些很有趣的 的違和感 就是譬如在片裡面 我就找了一個 19年方仲賢 Keeves 一個當時的鎮大學生會會長 他是本土派的年輕人 但是他飾演的角色 就是 那個記憶 就是來自這個 89年的一個 林曉及 即是見證 見證到天安門屠殺的一個 香港的代表 這樣 那你們會看到 那一件事情 他們 他們放在一起 我不知道 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未必溝通到 但是 放在一個演出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 那個 那個身份 即是無論是 說八九年 就是一個民主回歸派 或者 相信中國可以 成為一個民主的 一個國家的 一代的人 和一個年輕的 今天的一個學生代表 他們思考香港人身份的建構 其實我不肯定那個衝突 但是同一時間 他們好像不能夠放在一起 但是他們又好像可以放在一起 這樣 我不知道會不會回應到你剛才的問題 是的 我想真的要看完出戲 我想大家會有不同的 反應 但是 我先假定我明白你說什麼 先 因為我真的現在想你一對 我真的覺得有很 很相似那種的 的方法 因為我自己經常想這些問題 即是你看到 譬如說 我們上一代 或者再上一代 那麼他們想的東西是很不同的 但是你很難 寫這個人不是香港人 但是你又怎樣 你問他 那你是不是香港人 那麼他又會回答 另外一堆東西出來 所以很多問題呢 很難很linear地回答你 即是你 不是一種 跑事的題目 或者不是這些 習近平 什麼思想 然後你陪書 即不是那些 那這些才是 反而要性 所以你回到藝術的層面 你拍了你的影片之後 首先你是不是 預先不再回香港 或者 你打算會不會有什麼 很嚴重 超乎想像的代價 我自己就沒有 因為我的影片其實 相比起其他的紀錄片 關於19年的紀錄片 其實他不是一個很直接的 關於街頭抗爭 那當然他有討論 一些香港的歷史 香港人的身份 也都牽涉到19年 我們19年後 我們面對香港劇變之下 我們是怎樣 但是 我又沒有想到這麼大的後果 就是我會這樣說 很多人會有提示 又說應該要離開 或者在香港都做不到什麼 但是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 我又會覺得在這一刻的香港 那個劇變是很需要它 繼續拍攝一些 真的可以 即是反映到香港 現在發生的事情的一些電影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們盡可能是會留在香港 在未去到很糟糕的情況之下 那我自己就不是很害怕的 反而是我會知道要警惕 但是就不要令自己這麼恐懼 因為一恐懼之下 其實很多事情都未必做到 即做不到事情 即拍不到片 做不到事情 那我自己覺得 即我現在身處在英國 是因為我參加了論壇的營節 還有我之後都會去台灣 那所以先暫時離開了香港 但是之後會回去的 那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如果身處在香港 感受香港的這個地方 這一刻的那個高壓的狀態 我覺得都會幫到我去拍攝香港 但是當然我都需要 我想跟香港很多人一樣 有時候都要離開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回去 我沒有預視一個很糟糕的一個效果 但是都會不停地警惕 不停地可能都會 看對於那個情況都會有些 考慮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些麻煩 去到譬如上映的期間 你遇到的挑戰在哪裏 譬如說 有沒有很多戲院 不敢上海外 有沒有一些壓力 你本身的期望是 希望用什麼渠道 盡量讓多些人看到 是靠實體影院 還是 訂上網 還是Netflix 等等 我自己覺得我這部片 不是一些突然間 還不敢爆出來很好 很多人會關注 但是會慢慢做完之後 有很多討論 甚至是 因為這部片 可以是一個 比較長時間的發行模式 所以我不是很心急的 所以我們選擇了這個方法 都是慢慢來 一步一步這樣來 之前我們的片 在加拿大首映 之後去了美國 簽了一個美國的發行模式 在北美 之後日本 其實因為我們是日本黑客 他們是一個製作 所以在日本也上映了 飄放一般 然後到現在英國 英國是挺有聲音的 我們搞了在倫敦電影節放映 加上一些可能 都來的可能有三四成是香港的離山的人 但是同一時間也都有 可能六七成是地人 我覺得很特別的 這裡的觀眾 會令到你覺得 始終就算是地人也好 可能他們會對於香港 有多一重的感受 他也曾經有一個殖民中主角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他們發明的問題 或者他們看這部戲 都會有一種另一個層次的東西 所以我很期待在英國這邊 其實我21日開始 就會有29個影院會上映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期望 會有很多討論的一個時間 是慢慢來的 我暫時還未去遇到 聽說有些電影他們上映的時候 會有一些小粉紅來搞事 沒有遇過 可能這部片 都不是一個很直接的 講一個一個人的抗爭 反而更多是一個 對於香港人的身份 或者這一刻香港群警的一個紀錄片 因為我剛才聽你介紹 我想小粉紅都不會一次看得明白的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但是你會怎樣看香港境內 所謂場內 就是留下來的人 如果香港人的放映不到 但是你也很希望他們看到 其實可以靠什麼途徑 我們其實我們發行這邊 其實就有很多想法 很多事情 因為這一刻不是以前 一定要實體才可以看到 或者你看著 就是靠命他們 放在網上 其實在香港也可以看到 我們正在猶豫 應該怎樣去做 比較適合呢 這樣 所以我不擔心他們 未來會看不到 只不過他們不能夠在香港的電影院這樣看 這個都是可惜的地方 但是他們可能可以透過 甚至 因為他們可能在台灣上 他們現在開始鬆開的時候 其實可以飛過去台灣看 去日本看也可以 或者遲些我們也會 開始把影院的發行 慢慢變成DVD 或者網上的發行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會接觸到 這個我是不擔心太多的 是 小補充就是 都覺得 之前呢 我17年開始這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很期望 它在香港可以上到的 但是這幾個 這幾年很不同 甚至我有一刻會懷疑 電影的功能 或者電影是一個 紀錄香港 不能夠給香港人看 我覺得很無用 甚至因為當時 你聽很多香港的流行曲 你會覺得流行曲都很厲害 雖然好像在說愛情 但是其實在說19年 或者19年之後的香港 而它是可以給獄中的手足 或者海外的手足聽到的 我覺得那個力量很強 然後電影發行的限制 好像很大 但是近這一年我覺得 有一個新的想法 其實我想是因為其他的紀錄片 或者其他的電影都會做到 在海外發行 然後它又連結到很多流散的人 然後流散的人 他們又透過這些電影可以聚集 或者聯繫 或者可以令到他們 跟香港有些連結 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很強大的力量 所以這件事 我變成了我 對於這部電影 幾有期望的一個部分 所以現在英國在上映 其實我也真的很期望 大家怎樣去談這部電影 或者給更多在這邊的香港人看到 這些事情 我們現在看看 那些階段 和中國一個販壞 這個地區 有個雙重的地方 來修造